好这个今年第14号台风小犬暴风圈是持续增强 并且是朝着台湾来逼近 那么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东部沿岸已经有强阵风以及长浪发生 为了防止民众到暗季关浪并且造成危险 东部分属第12岸巡队呢 就派出了所属个安检索以及巡逻站的请勿人员 那么在2号下午开始呢 针对峡内七星潭等油气的热点 实施关浪民众柔性的劝导 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度台风小犬持续向台湾逼近 中央气象署已在2日晚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华林县府也公告划定本县海岸海岸及港部等区域范围为禁制区域 呼吁民众不要在台风警报发布期间至海边逗留及关浪 避免发生危险 因应小犬台风为你的生命安全 早想寻往被禁制区 也就是封锁线外面移动 感谢你的配合谢谢 因应小犬台风来袭 花莲县灾案应变中心 已公告花莲县境内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 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目前已有强阵风及长浪的发生 未维护民众的安全 在此呼吁民众切勿上传管制区域 逗留及关浪 以为自身的安全 若民众上传管制区域 关浪及逗留 经劝导不离去者 将依违反灾案防救法 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缓 以中央气象署入境研判 小犬台风暴风圈不排除有登陆花冬可能 受外围环流影响 东部延岸已有强阵风及长浪发生 若民众擅传公告 警戒区经劝岛不离去 将以灾害防救法 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缓 若有任何需要救助 可拨打118免费专线 海军署将立即前往协助 记者将包围环连事报导